可以嗎 有齁 所以它就是進去這樣子 就是會做儲物 我已經很粗力了 還拆不下來 它這邊留了很精細的這個走線 那這個走線幹嘛的呢 其實就是用來裝藍牙耳機的 我對SHOWE有一個Code一直以來就是 有很大的反感 拜託改一下好不好 這個Code真的是使用體驗真的不太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火阿羅 哈囉 我是芝芝 我們這一次有一個新的夥伴來一起聚安全貓 你住哪裡啊 也跟大家來講一下嗎 目前住在新北市 好 如果是台北的車友要騎車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約我們的芝芝一起去 但是我從來比較不習慣叫阿芝芝 我知道這叫阿利亞 好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聚什麼呢 就是我們今天台灣大橋謝麥克引進 期待很久的GT-L3 那我們今天這一頂是XL的一個尺寸 謝謝大橋提供了一頂GT-L3 讓我們聚開 這頂安全帽呢 是SHOWE當家的一個旅行帽 主要的這種旅行帽會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呢 就是它是SHOWE裡面 目前來說比較少數有內抹片的一個款式 可是呢 它提供了這頂幫我們把內抹片拆掉 然後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沒有辦法讓大家看到內抹片 我們可以直接放官方的連結給大家看 這個是一個內抹片 通常呢 這種旅行帽的設定 它會讓你是比較挺著騎的 所以它的這一個開口 像如果是仿賽 X15 旁邊這樣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它安全帽會戴得很高 因為它會這樣子騎 對 那這種安全帽呢 就是讓你挺著騎 所以它反而會比較注重什麼 往下的事宜 所以戴著的時候 它的坐姿會比較挺著 所以呢 GT-L3就是給旅行帽 如果是你今天是騎多功能車長途旅行 或者是說騎一些公路車長途旅行的話 那這一頂會比較適合 那相對來說呢 它也會有一些 比較針對道路騎乘的一些的一個設計 譬如說在長途旅行的時候 這頂的安全帽 它這邊加了外觀上 你看它加了一個這個 這個做導遊 就是讓汽流通過的時候 會比較安靜一點 安全帽在高速下的穩定性 也會比較好一點這樣子 所以你看它的下巴這個部分 它是比較平的 對 比較不像一些那種運動的進氣款式 會比較尖這樣子 所以它這頂安全帽 它整個設定呢 就像剛剛講的是比較公路取向 那也是他們賣得很好的一款 那它這一頂呢 它有另外一個做的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預留藍牙的位置 它這邊就是可以把它拆下來 就把它裝在這邊 就比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圖在這邊 好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GT-Air 3 它一個設計的概念 它有哪一線改變呢 跟GT-Air 2的一個改變 第一個它鏡片的開關 從旁邊改到了正中央 好 來 你可以開開看 按下去打開 對 就是它是要稍微按下去打開 那這樣一個設計呢 以SHOWE官方原廠的說法就是 為什麼要改在中間呢 因為如果是在旁邊的話 開的時候 它安全帽會有點這樣被扭曲的 這樣子 鏡片會被扭曲 那你長久下來呢 就這邊會有一些摩擦 刮傷 然後對膠條也不太好 那甚至久了的話 你這兩邊啦 這個鎖定 會跑掉 會跑掉 所以現在大部分SHOWE的安全帽都改自中 目前自中的一個開關 是一個比較大家常見的一個選項 然後呢 這一頂安全帽呢 它 好 麥可沒有給我那個封擋 它有一個昆蟲的一個封擋 那它這個呢 本身就已經有一個那個 網眼在裡面可以擋住 然後它本身還有再加一個封擋 它那個封擋就可以擋住一些蟲屍 再來下一個改變 就是它的通風 那這頂安全帽呢 有兩個比較外觀上的一個改變 第一個呢 就是正個的空氣動力的部分 有做調整 它的阻力減少了大概6.8% 高速下的那個阻力 然後另外一個 高速下那個安全帽上台的力道 大概減少了我11%吧 然後再來呢 因為通風的這個改變 然後它的通風官方的說法 進風量增加了1.2倍 排風量增加了1.8倍 那所以等一下我們就來聚開給大家看 那我們接下來做一個實驗 通風的實驗 來你幫我把手放進這邊這個位置 然後我吹氣 看你有沒有感覺到氣流進去 有嗎 有 有氣流直接打進去 有 然後它的排風呢 它排風基本上就是好像是坐在這一邊 它蠻特別的 它排風不是坐後面 是坐上面這一邊 那排風效果如何 其實這一點我有點存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理論上坐後方 感覺風是往後走 對啊 而且後面會有負壓 對啊 那可是它坐上方 排風效果有真的他們講的那麼好嗎 我自己是還沒帶過啦 所以有機會 麥克再給我一點 好我再來帶一看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就是前面這邊 你幫我把手放在這邊這個位置 可以 有 所以它就是進去這樣子 就是會做儲物 所以風就是這樣子跑的 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蠻有趣的 這個上面它是做兩個開孔 其實這個整個設計啊 跟SHOW EX15是有點接近的 所以它的整個就是進風的效果有變強 應該就是這一個由來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先來把內稱拆下來 給大家看一下內稱 那你知道這個Emergency 這個拆卸怎麼拆嗎 不是啊 好啦我帶著給你看 假設我今天火花羅出車禍了 然後呢我躺在地上 那要怎麼拆安全帽 因為安全帽拿的過程可能會傷到脊椎 所以這邊它有個拆卸這樣子 你就直接拉下來就好了 用力拉 對就這樣 很輕鬆耶 好OK 然後接下來安全帽就可以 輕鬆的把它拿起來 好你看這個時候就不會傷到脊椎了 各位知道嗎 這個就是它的安全帽 現在新世代安全帽 都會有的一個緊急拆卸的功能 沒事盡量不要這樣拆 因為它會多多少少是有點硬拔它的扣 但是不至於到時候拔一次就會壞掉 不至於啦 然後接下來呢 再看一下這個 這個是它頭頂的內稱 好我們先拆下來 那如果有想要購買內稱的朋友 XL號內稱的朋友 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後大家最期待的環節 下的力道要超齊 OK 來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一些設計了 大家可以看到 來你拿拿看 很輕耶 應該講說秀魚一直以來在帽殼上 都是蠻有堅持的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這個就是做玻璃纖維 玻璃纖維這樣子去貼 你有沒有發現玻璃纖維 它的厚度有點不一樣 後面比較薄 然後上面會比較厚 前面還好 前面看起來沒有特別多 然後你看這邊就是玻璃纖維 然後呢 這個是非常非常有韌性 你看這樣壓到非常非常堅固 然後下巴也是 下巴因為沒有玻璃纖維的直接保護 所以它 我要使盡全力才可以把它折斷 我剛在聚開的時候大家應該有看到 就是它這邊有跑出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不知道 這個鋼索呢 是它的這個內摸片的一個機構 我在動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這個鋼索會出來 收縮 對這個鋼索就是內摸片的一個調整的一個機構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秀一貫的這個扣點的黏合的模式 老實講會比國產帽跟其他國家帽子還要精緻一點 基本上是還蠻堅固的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帽殼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排封口跟通風口 它目前以帽殼來講就是兩鏡 兩出 一邊啦 兩邊是兩鏡四出 後面這邊看起來就沒有了 所以我這邊必須這邊講一個 我有點剛剛一樣講懷疑的點 就是理論上應該是負牙 所以怎麼會後面沒有東西 好所以它的通風效果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來猜另外一個東西 打開 好這個就是這邊的 大家可以看到嗎 這邊就兩個孔 所以跟我們剛剛想的沒有錯 就是這邊是排封的在這一邊 然後你看這邊是用黏的 你知道為什麼要用黏的嗎 不曉得 因為其實台灣安規有一些規定 就是突出帽體上超過5mm的東西 就是像這些 不可以用螺絲鎖 你只要用螺絲鎖 就驗不過 你就沒辦法驗過台灣的安規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EPS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是完整鋸開的 都還沒有拆下來 來我們看一下 來給你拆 應該沒拆過對不對 沒錯就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它的 EPS的內容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頭頂EPS 你看這邊就是進氣 然後氣流進去之後 它就會這邊其他地方就會有倒風 這邊一個蠻有趣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 它做了一個內凹 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做內凹嗎 內墨片要熟 內墨片就是熟在這邊 然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頭頂這邊 它有12345好幾個排風口 然後我們把另外一片整合起來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它的頭頂 這邊就是1234567891011124341516 所以總共有兩個進氣 16個排氣 那我們可以看到裡面的氣道 這個就是氣道設計 排風就在這邊這樣子 好 所以跟二代比起來 我記得這個排風口 就多了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這個前方這個通縫 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的大 那可以看到它是雙層複合的 可以看到這樣子 這個不好拆 看起來黏得蠻緊的 我已經很出力了 還拆不下來 2000 years later 喔好 這個地方我真的拆不開 因為它黏死了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拆掉上面就變這樣 所以它這個旁邊是這樣子 然後這上面是這樣子 然後你壓壓壓看 你這兩邊壓壓壓看 這個比較軟 這個比較軟 然後這個是比較硬的 對 這個是蠻常見的一個設計 它在頭頂的部分會做軟 讓它去吸收衝擊 然後我剛剛發現 這邊不只這個 連這邊也是可以拆的 耳朵這邊 好 通常耳朵會更硬 你們壓壓壓看 完全沒有韌性 對對對 這個就是它的EPS 那就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兩夾的EPS 好來看這邊的 這個是臉頰的 拆開來之後呢 各位可以發現一件事 這個是右邊這邊的EPS 它這邊留了很精細的 這個走線 那這個走線幹嘛的呢 其實就是用來裝藍牙耳機的 我們把它裝起來變這樣 好 這樣子 走藍牙耳機的 好 OK 我們來看一下下巴 那你會發現它這個是前面都還有保麗龍 對 而且是軟的 比較軟一點的 所以這個的話 就是在撞擊的時候 我覺得它也有更好的保護性 大概是這樣 OK 那我在這邊我還是要稍微 diss一下秀以後 第一個耳機窩 有點淺 甚至有點不夠大 所以你裝一些比較大單體 那個喇叭的藍牙 有時候會下不去 因為它是用塑膠 所以壓不下去 沒有任性它就下不去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 這個扣啊 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這個扣 很容易因為穿脫的時候 你內側那個扣被拔下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扣 為什麼不能像其他日系廠商 做那種比較大的硬的扣 嗯 我對秀以這有一個扣 一直以來就是 有很大的反感 拜託改一下好不好 這個扣真的是 使用體驗真的不太好 好我們今天來看頭頂 基本上呢跟上一代變化不大 基底接近 可是它多了一個 這個黑色的網布這個東西 它這個呢就是用來放 它的那個PFS的調整 就是它可以去調 去墊那個就是 官方的專用海綿 然後去調整頭型 像我的頭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的頭是比較瘦長的 所以我帶秀以的話 我兩邊會鬆 我通常要帶的話 我這邊就會貼海綿 所以他們的這個PFS 是著名的啦 就是台灣做PFS 也是免費的 然後這邊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對到那個EPS 大家可以看到 這樣裝上去之後呢 你看到這個氣孔 剛好是對到什麼 這邊 然後這邊呢 它就是有開孔 那做散熱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有沒有就是 是通風的 這個表布 我覺得比之前的表布還要舒服 對是一個快乾抗菌的一個表布 大概是這樣子 OK 這個是頭頂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臉頰 那臉頰大家可以看到 秀以這一點一直都做得不錯 它是可以做一個直接把這個撥下來洗 我把這個全部把它打開之後 你看喔 各位可以看到 我裡面的這一個海綿就可以拿出來 海綿可以拿出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秀以的海綿 它是多層的一個3D的一個形狀 有多層的壓模的模式 然後這邊呢 有一塊白色的 你知道為什麼這塊特別 不是有白色嗎 不曉得 眼鏡勾 它這個白色會特別軟 會讓你擦眼鏡用 對這邊就是剛好是一個 眼鏡勾的這個位置 然後呢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 秀以的內襯 戴過那麼多安全帽之後 我個人啦 對於內襯的要求 就是這個是基本 好 那這個我把它打開之後 好那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通風 這個就是有通風 會透光 好 這個就很棒 好 然後呢 再來 衣袋可拆 有沒有人要買這個衣袋 你知道這整組內襯 我要三四千塊嗎 這麼貴 不便宜喔 對所以有想要買那個 GTA耳三內襯的人 可以跟我聯絡一下 好OK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下一個 最後一個了 其實我們剛剛講錯的東西 但是 我們當下是真的拆不下來 所以我們現在也可以再補講一下 就是這個 就是它拆下來的下巴的擋重版 它就是這樣子放下去 放下去 OK 好 全部講完了 我們來 回顧一下吧 好 你看完之後呢 你覺得外型如何 你給它幾分 外型的話我大概打 七分吧 是比較喜歡激進運動一點 對對對 我個人我也是 我也是覺得七分 但是外型這個很見仁見智 好 那這一頂的話 重量大概1700多 你剛剛全部這樣子拿起來 拿在手上 我覺得重量還可以 還可以接受是不是 對 好 那我個人這邊 我標準高一點 因為呢 我脖子特別特別的軟 進不起重量的摧殘 只要超過1500顆 我會覺得開始扣分了 所以這個 對我來說 太重了 太重了 重量我大概也只能給 幾格就是60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剛剛講 通風 我覺得還不錯 你剛剛手在裡面是有明顯感覺到那個 那個風是真的有在進來 就這個通風 我大概就是給七分 可是 如果以同級的帽子來比的話 我會給它九分 因為這個就是 你問一台相形車 它的運動性好不好的概念 那你給個分吧 大概 六點五嘛 接下來我們講EPS好了 我先講穩了好了 EPS以它這樣子來講 它的安全性 無庸置疑 做了大改 然後做了這麼多的通風細節 全面的大升級 這個EPS我會給到 8分到9分 我給9分 廣燒好評 OK 那再來 內襯 其實我覺得就中規中矩 它就是 多了一個頭型 它可以做調整 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臉頰 其實我會覺得 很少安全帽 會做到這麼多細節 就是可以拆開 甚至表部可以跟內襯拆開來細 對所以這個部分 我大概也會給9分 我也是給9分 因為它還可以戴眼鏡的話 其實蠻方便 OK不錯 剛剛忘了講一個 這攜帶這次是 做另外一個大改的一個形式 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個攜帶比較細 然後它上面做了一個白線 那其實為什麼呢 這個是另外一個細節 你如果是這樣子 騎車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看 我的角度是這樣 那仿賽騎車是這樣 所以呢 這種安全帽 很容易扯下巴 對 所以它的攜帶 如果它的強度 沒有變弱的情況下 它做細 其實對下巴這邊 會比較舒服一點 好 那接下來呢 給個總分吧 8.5 那我個人覺得 我大概就是給大概8分左右 所以呢 來講一下最後這個價格 好 這一個價格 在台灣的售價是17,500 然後我記得宿舍是18,500 的樣子 價格老實說 比上一代增加了大概1000多塊 那大家不知道 對於這個價格會不會買單 那如果呢 看完這個影片 你也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 按讚加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 掰掰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